继续来看的是在嘉义市区有一名男主 他在新方苗附近 义士无缘无故的出场 来拍楼队机车加速的头部 可在这名机车加速是有点安证没了 不过有关是受到惊讶 警方含消防人员接到通报 即使广告现状 在这个环境的介乎之下 将这名真心方便有个人的男主经济丧意 嘉义市警方协部 跟台北纸南主在新方苗附近 义士无缘无故 出手讲机车技术的头部 好管技术在安全部 但是受到手练有三个人 当天有三位民众有惊吓到的情形 所以说我们呼吁到民众 如果说在公共场所 有类似这种伤人的事件发生 千万要冷静 马上拨打110或是119这个报案电话 那我们远景赶到现场来处理 也避免这个汗事来发生 有些民众看到尽控不对 立即向前这一季也报警 也因为这种台北市来欧 撒冬案进行社会 大家的医学提醒 立案也提高警察 尤其是公共安全保温 各位市政府警察教 第二个民众党严格严格兴兵 可救兵党 如果是在公共党层 刚才有劣似精神一项 攻击他人的行为人数 应该保持冷静 并且立即半顿一一空 也才是一一救电话报案 通知经销人员交通处理 必须要发生危险的事 最近新闻 聪明董 贾吉七 蔡康 伯登